欢迎收听 古风穿越报效言情剧 第一交 第九十五集 道歉 荣衡顿时脸就黑了 当然是先红再黑 只是黑太重 盖住了红 长青 荣衡咬牙切齿道 长青扑通一声跪下 殿下 殿下 奴才想多活两年呢 一面说 一面看桌上的悲剧 荣衡 深吸一口气 滚出去 长青立刻妈溜滚出去 他早就想滚出去了 苏青邪腻了荣衡眼 冷哼一声 随意 堂堂皇子喜欢门风里敲人 荣衡神色尴尬 他也没想到 长青能把他卖得这么彻底啊 可都到这一步了 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了 知不知道 每年大福寺的法事 连父皇和太后都要亲自参加的 文武百官全到场不说 那几天 莫说京都百姓 就是些偏远的 有条件也要来参加 若是苏青做别的生意 他知道了也就知道了 绝不干涉 可大福寺的法事不同 稍有不慎 让人察觉多腻 那便极有可能掉脑袋的 苏青挑眉看荣衡 所以呢 所以你就算是想前想风了 也不能打这里的主意 荣衡加重语气 这里不是你能坑银子的地方 苏青瞧着荣衡 眼底有些失神 你觉得我是在坑蒙拐骗吗 荣衡 苏青冷笑 哼 洪光大师都答应的事 你担心什么 如果有什么不妥 洪光大师能轻易答应 再说 就算我掉了脑袋 你放心 我死前也会把你的毒解完 说完 苏青一甩衣袖 抬脚离开 荣衡只觉得嗓子而堵 他好心好意提醒 他凭什么动怒 这话说的 好像他对不起他似的 有病 荣衡气羞羞地坐在那 半天缓不过神来 吃晚饭的时候 两个人第一次分析 苏青让福星把饭提到书房 才吃完 宫里来人了 来的正是谢太监 鼻孔朝天的立在苏青面前 谢太监捏着嗓子道 太后娘娘一指 传王妃即刻进宫进见 说完 谢太监眼皮一翻 走吧 王妃 苏青没换衣裳 一身男装带着福星出门 刚刚走出书房门口 荣衡迎面赶上 苏青将头别着一旁 荣衡却是几步走过来 牵起她的手 本王同你一起进宫 苏青想要挣扎开 荣衡紧紧抓住 一双眼盯着她 目光赫赫 不许挣扎 苏青 你自己上演霸道总裁呢 当着谢太监的面 苏青到底没有睁开 谢太监确实道 太后娘娘一指 只传了王妃一个人进宫 荣衡冷笑 哼 所以 没有皇祖母一指 本王不能进宫 谢太监 那我才不敢 荣衡美好气地瞪她一眼 牵着苏青朝二门走 上了马车 苏青一把甩开荣衡的手 冷声道 真是多谢本王刚才为我操心操力了 刚刚是我不对 我道歉 苏青一正 有些惊愕地看着荣衡 堂堂皇子给她道歉 骄傲得像只战斗机一样的荣衡给她道歉 荣衡继续苦笑 在大佛寺 我偷听你和洪光大师说话 是我不对 回府之后 我语气态度不好 是我不对 苏青一脸吃多了消化不良的表情看着荣衡 伴上 抬手拍拍荣衡的肩膀 宛若兄弟一般道 哼 你是不对 下次注意就是 看在本王这么真诚的欠一份上 苏青决定不和她计较 毕竟人非圣贤 孰难无过 荣衡 他堂堂皇子都低头认错了 他难道不是应该说一句 我也不对之类的话吗 下次注意是什么鬼 还有 为什么要拍他的肩膀 难道是他刚刚表演的不够真诚 荣衡深吸一口气 扬了扬下恶道 本王虽然方法使用的不对 但本王为你好的心是好的 你还是要领情 苏青 荣衡没给苏青反应的时间继续到 大佛寺举办法事 一则为民 二则为国 这法事每年都和国运横通相关 所以 本王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不知者无畏 苏青 不知者无畏 这个词是这么用的 荣衡继续 明天本王亲自批你去大佛寺 和助持说一声吧 你放心 有本王在 洪光大师不会和你计较的 苏青对本王才生起那么一丢丢好感 顿时荡然无存 多谢本王 不过你怎么就确定 我是不知者无畏呢 苏青白了荣衡一眼 既然你都偷听了 我不妨告诉你 我势在必得 荣衡简直要炸了 这货怎么油言不尽 他好说歹说 能说他都说了 怎么一点用都没有 你就那么缺银子 你缺多少本王给你 荣衡自以为豪迈得到 苏青磨了一瞬 如果本王愿意给我 我倒是不用冒险 荣衡哼哼 现在知道本王好了 说吧 多少 苏青一脸认真道 十万两 荣衡险些一头栽过去 惊恶地看向苏青 多少 苏青眼皮不长 十万两 你怎么不去抢 这句多次涌动在荣衡嗓子眼 又被他吞下去的话 终于破喉而出 苏青一脸正经 我原本是打算去抢 这不是你不让吗 你说你给我 荣衡 阴沉的目光打亮苏青一眼 老叔 你是不是欠了巨额高利贷 苏青 就算我欠一下 谁敢和我讨 苏青非常温和地问 荣衡 那你怎么需要这么多 苏青认真地想了一下 最终还是从衣袖里取出一封信 递给荣衡 荣衡忽疑地看了苏青一眼 接了信 匆匆几眼看完 荣衡瞅目结舌看向苏青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这是亲爹 这句话被荣衡压了下去 换成另外一句 有平阳侯如此中甘毅染的臣子 是我大下朝的福气啊 打仗都让自己闺女掏腰包出军饷 苏青跟着就到 我爹这么看得起我 我当然不能让他老人家失望 好在河宫上下满朝文武都是有钱人 荣衡 平阳侯不愿皇上为难 就私下和苏青要银子 苏青就把目光瞄准了皇宫和臣子 平阳侯打了额外的仗 还不花朝廷一分银子 到时候凯旋归来 父皇必定大赏 而这君相 羊毛出在羊身上了 点赞评论分享是最好的催根方式 更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